我們監督政府腳步一刻也不停留 新會期看異議身兼文傳會主委的立委洪孟凱 先點出中共無人機 頻繁擾臺超過半年 但執政黨至今沒有科技做法能夠反制 而是用槍射擊 在兩岸缺乏溝通情況 極度容易造成擦槍走火 同黨同志口徑一致 政府應該是要有一些作為 但是作為 呃 怎麼樣的作為是剛好恰到好處 不是用時代去可能怕他擦槍走火 因為這個畢竟 現在美國也很擔心這種 台海可能一觸即發 蘭瑋和洪孟凱站在同一陣線 但國防部表態 中共無人機近日多次侵擾金門 只要進入台灣領海及領空的飛機和船艦 國軍將行使自衛權 採取反擊措施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沒有什麼國防部 中國外交部火大向台灣嗆聲 但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 也支持台灣作為 這是一個努力改善的性格 在通過中間的線路 在通過台灣的飛機和海岸 在台灣的海岸和海岸 這是在中國的心理改善的性格 我們會覺得這個不可避免 我們不會只能承受 我們會繼續保護台灣 一個人可以保護自己 金防部出手擊落 中共無人機 執政黨懷疑顏色 國軍這一次對該無人機 警示要求離去 人自自不離 只好做這樣子的防衛射擊處理 這是一再忍耐 一再警告之後 最適當的做法 中共無人機多次侵擾我金門基地 對台軍事手段 一再試探我國底線 我方驅離無效 擊落反擊 只怕會成為日後的新常態 進行為夜庭蕭宇智採訪報導 我方驅離無效 我方驅離無效 我方驅離無效